Inpress 物件操作4 在之前的单元 我们操作的物件都是对单一个物件 接下来我们来练习两个物件以上有哪些操作呢 我们先把这两个物件选起来 按下滑鼠的右键 我们先从对齐 我们点向左对齐 好,你可以发现这两个物件左边已经对齐了 这和单一个物件向左对齐是不一样的 单一个物件向左对齐 向右对齐都是以投影片为标准 去做对齐的动作 好,那如果三个物件同时选起来的话呢 我们按下滑鼠的右键 我们选择对齐左右之中 好,你可以发现这三个物件中间都对齐了 好,这是有关于多个物件 我们常常会用到的对齐的功能 好,再来我们介绍分布 那分布呢,我以第一张投影片为例 来介绍分布的功能 好,我们先选择三张图片 选起来 好,如果你没有办法选到另外一张图片的话 你可以按着Shift键 不要放点选物件 好,这个时候就可以把这三个物件 全部选起来了 好,我们调整一下位置 好,一样我们可以先试试看 按滑鼠右键 对齐 中间 好,你会发现 车子的中间都对齐了 好,如果选择左边呢 好,因为车子大小不一样 好,左边也对齐了 好,我们先选择 跟刚刚的中间对齐 好,至中 好,那我们把车子位置调整一下 好,假设这三个车子呢 高度都不一样 我们把它选起来 好,一样选不到这台古董车 我们按Shift键 把它加入 好,按着滑鼠右键 对齐 好,我们来选择 这个是上下的至中 好,这个时候 三台车子都在 同一个水平的位置 好,那分布呢 是什么意思呢 好,我们先把这个三台车子呢 距离稍微调整一下 好,我们把这三个车子选起来 好,按下滑鼠的右键 我们来选分布 好,因为这三台车子 因为这三台车子呢在水平的位置 所以我们先选择间距 确定 好,你可以发现这三个物件的距离都是一样的 好 好,那选择其他的对齐呢 好,我们要选分布 如果向左侧的话呢 好,就是以左侧去当作对齐的点 好 这是以右侧 物件的右侧当作对齐的标准 好,那至终呢 就是以每个物件的中间当作对齐的标准 好,如果你把车子稍微大小放大成 比较不一样的话 这时候你可以看出它的变化 我们再做一次 好,分布 我们来做至中 好,每个物件的中心都保持一样的距离 好,这是有关于多个物件的时候对齐和分布 那翻转呢 和转换呢 在这边我们就不操作了 好,因为这个对于单一个物件操作比较适合 对于多个物件我们不会这样子操作 好,那这个单元先介绍到这边 谢谢